在现实与死后的世界中央 有一个神奇的地方 叫做死城 传闻那个地方没有世界与空间的观念 也没有人的生与死 但如果误闯了近日的话 会怎么样呢 准备好了吗 故事一 死城 现在封城 女主小花这次又又又准备回老家 因为小花父亲工作的原因 小时候的小花大概住过40个地方 所以她也算是有了40多个老家 如今长大了 有钱了 她准备开始一紧还想 毕竟如果不会是嘚瑟一番 谁又知道你有钱了呢 现在小花已经从记事起住过的老家 逐个的拜访到小学二年级时的老家了 在她的记忆中 那是一个平原的小城镇 偏僻到地图上都没有那个地方 她记得自己曾在那里住过一个月 但是刚通电话的她妈 却一点印象也没有 小花还记得要前往那个小镇 就必须要进过一条隧道 可是十个多年再次回到这里 这里似乎变得与她记忆中的不一样了 从她进镇到现在 一个人都没有 大街上冷冷清清 店铺中无本人收获 虽说农村确实是人烟稀少 但也不至于是一个人也没有吧 那这样她大老远的回来 与谁炫绕自己是城里人呢 无奈小花就来到了当地的神社参拜一般 再准备回家 然而夜里再回家的途中 她突然被人给叫出来 这是她来到这里见到的第一个人 这人问小花是从哪里来的 突然被大山的小花有些害怕 她回答同情又赶忙的补充 自己以前曾在这个小镇住过 听到这样的话那人还是震惊 接着露出了一副诡的微笑 这笑的小花更怕了 她想马上的离开这里 就是这时她的电话响 是她的亲妈 只听她妈在电话中对她表示 她终于想起来了 为什么对小花说那个小镇没有印象了 因为小花在小学二年纪时 根本没有去过什么小镇 那个时候的小花因为遭遇车祸 在她奶奶的家里住了一个多月 刚讲到这里 小花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汽车鸣笛的声音 再伴随着小花一声尖叫 她倒在了血泊之中 迷糊间她依稀地听到了 那个大山男人的声音 故事一到此结束 恭喜小花老铁入住死城 从此永生跳出三界尾 进了鸡脚嘎巴城 52 缝隙女 你是否曾在一个没有人的房间 却感觉到有人在注视着你呢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看看你家的门呢 窗呢 衣柜的缝隙等等 说不定你就会发现 是一个可爱的大宝贝 在偷偷的看着你呢 这天呢 男人瞧现新宅 因为活都是自己干的 所以在东西办完后的那刻 男主终于疲惫的小秘乎 在这期间 他总会从房间中听到一阵音响 吵得他休息不好 于是男主鸡皮酸脸的气沉眨看 发现声音是从这个衣柜里传来的 这衣柜是上人房主留下的 不知为何没有搬走 来到这里 男主发现衣柜一截有绿头发 当他想扫走时 那头发竟然自己缩了进去 无奈男主就准备把这个柜子给搬走 可在男主准备搬他的时候 从柜子的后面 居然伸出了一双颠洗的手 他就死死的把住了男人的手腕 阻止男人的动作 一瞬间惊的男人便脱口喊道 导演是你吗 你可别吓我呀 我胆小 接着男人终于挣脱了那双白镜的手 他想赶紧偷出这个房间 可刚爬到门口 他居然撞上了那个柜子 男人瞬间蒙蔽 他刚刚还在自己的身后 怎么突然又跑到门边了呢 下一瞬间 伴随着一阵眼笑 与男人绝望的眼神 他被拉走了 男人似乎还想做最后的催死正常 但终究只是徒劳 因为从刚刚那个笑声中 我就已经明白了一切 故事三 微笑自杀者 照相机可以捕捉到 眼前所有的瞬间宽快 但他拍到的东西 却不见得一定是这个世界的东西 女人在自杀前很喜欢拍照 也很喜欢帅哥 当然如果是会拍照的帅哥 那就更能讨他的欢喜了 比如眼前的这个 拿着相机一顿狂拍的小伙 就是他喜欢的类型 所以他很想让这个帅哥 做他的男友 每天只给他自己拍照 可是人鬼殊途 怎么办呢 只有略是小鸡了 他在男人拍照的瞬间 从上一跃而下 好让男人能够成功地 捕捉到他那记忆温柔 又迷人的微笑 然后男人一定会 顺着他飘下的方向看去 他只要顺时摆个 自己认为最符合他气质的造型 那么当男人看到他的那刻 一定会方形大乱地 今晚从楼上飞奔而下吧 这个时候呢 他需要做的 就是从楼上再飘一次 只要注意准头 一定要飘到男人身上 然后你会听到 啪鸡一声 一张女人认为是 最完美的一张合照 完成了 你看 女人笑得多幸福啊 这张相片 虽然是他们之间的第一张照片 但却也是他们之间 最有意义的一张 因为正是这张照片 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这天是女人死后 最开心的一天 一不小心 脸上的粉筋烟影 就抹多了 反观男人似乎有些闷闷不愣 但其妆容倒是与女人 抹了个情侣妆 这下地狱之路 两人应该是不会寂寞了 这个就是爱情 故事四 被诅咒的横线 据说命中注定 要在一起的人 会有条红线 绑着对方 但如果有人胆敢擅自 将绑着自己的那条红线割断的话 那他就是违抗命运的人 那在这个人的身上 就会发生不幸 女人尊重男人的选择 于是他们分手了 而怪事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夜里躺在另一个床上的男人 突然感觉到浑身的异常疼痛 醒来在喝水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 在自己的手腕上 有着好多条雷痕 当时他不懂这是什么情况 也就没有太在意 但是在凌晨三点左右的时候 伴随了一阵现身紧绷的声音 男人又感觉到浑身上下异常的疼痛 这次醒来 他发现了那些绑在自己手脚上的红线 于是男人想叫起睡在旁边的女人 起来帮自己剪断这些红线 可是当女人起身后 那些红线瞬间消失 就仿佛刚刚的都是幻觉 接着在女人抱怨的声音中 这一夜就这样的过去了 昨天早上女人起来化妆 准备美美的上班去了 临走前他很体贴地没有叫醒 正在熟睡的男人 因为男人是背对着他的 所以女人也没有看到 此刻站在男人脖子上的红线 显然这个时候男人已经领饭饭 时间再回到一个星期前 那天在男人与前女友说出分身后 因为他擅自剪断了命运的红线 所以他违抗了命运的安排 遭到了前女友的诉讼 在日本的各种都市传说中 都有一种被称为黑兽的东西 传说中只要你拥有它一个星期 那你的愿望就会实现 据说是一种比极其七个龙主 比阿拉丁深蹬 还要方便快捷的许愿方式 所以他深受当年人们的喜爱与嘴巴 但不知为啥 许过冤枉的人到最后都神秘的消失了 是因为都变得有钱 都跑路了吗 话说我们的男主 这天他便拥有了这只黑手 此刻他满脑子都是拥有一个星期 就能许个愿望 那如果一年下来 自己不就是可以许52个愿望了吗 想想心里就有点小窃喜 这不眼瞅着自己将会成为高富帅 迎娶百富美 但是想法是好的 可是打开了这个盒子 真的看到了这只黑手 胆小的男人被惊得当时 便把这个黑手帘盒子一起丢掉 他连十分钟也没有拥有到 夜里也正在鼠坠的他 突然被什么东西给拽下了床 清醒后他发现了 自己的脚腕上有块黑黑的手印 而且从这晚开始的七天钟 在他家的衣柜 冰箱 屋顶 冲练后期床下 都有只漆黑的手 男人也因此被折磨得兵力猛绘 于是受虐了七天的男人 才打通了一个电话 他称他要把这只黑手给转让出去 因为再这样下去 自己的愿望还没实现 自己还未应去百富美 自己就要先嗝屁了 不曾想那头却是这样回答他的 原来男人是从一个寻求自杀的网站上 逃到这只黑手的 所以他的愿望就被默认成了是想死了 这也是为什么拥有黑手的人 到最后都会神秘的消失吧 故事六 飞机子 经常看日空片的小伙伴 应该都知道这个大名吧 他原本是个品学间 有长相秀里的普通小女儿 但长期遭受霸凌 被人残忍的杀害后 他便变成了恶灵 留在了人间 成为了恶灵 他为了报复别人对自己的霸凌 他每天夜里都会拖着 充满怨恨的洋娃娃 四处游荡 如果你曾经霸凌过同学 那么遇见他 你就要小心 夜晚两个穿着暴露 言行大胆的女孩 在讨论着在学校 被自己霸凌婚的女孩 现在都不敢来学校了吧 每当霸凌别人后 他俩都具有成就感 嘲笑过后 两人哈哈大笑 觉得这样的生活 笨有意思 这时候他们便遇到了 一个步履蹒跚的女孩 只见他即使这样行动不便 身后还拖了一个大袋子 再去要嚣张把握惯了 那两人见到这样的场面 当然是少不了一通嘲讽 只不过在那个女孩走近后 他们的言行 被女孩的诡异眼神所振示 接着两人便不再理他 他打算直径走掉 但还没走多远 只见这个刚刚连走路 都很费劲的女孩 突然拽着大袋子跑了起来 同一时间随着女孩的奔跑 随着那个袋子在地上摩擦 这边的两个女孩 互感浑身异常疼痛 并且满身擦上 就仿佛在那个袋子中 装的是他们两个人 这样的情况 随着那个女孩跑得越快 他们身上的伤痕就愈加严重 那袋子开始伸血的纳克 这边的两个女孩 已经重上倒地了 但这显然还不够 只见这个女孩 还从垃圾桶中 剪出了一根铁棍 用力的朝着袋子砸去 直到眼前的两个女孩 彻底个儿屁 故事到此结束 看你们下个辈子 还敢不敢霸凌同学 好了 六个短小精悍的 日本恐怖的众众传说 就先到这里吧 老规矩 喜欢的别忘帮忙点 关注收藏转发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在逛街的时候 捡到了200元 但在钱里面 居然夹了一张这样的纸条 借你寿命十天 这个是前几天 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张照片 不知道是真的 还是网友故意拍的段子 但在我这里 却有个类似的故事 你要不要听听 在日本生传了一个都市传说 传闻做了噩梦的人 只要拥有特定的方式 就可以把灾难期噩梦 转嫁到别人的身上 据说这个方法 结起神秘 结果一 有没有好了吗 故事一 买卖梦 现在风哨 男人与女友 在参谈完神社 回去的途中 男人很幸运的 捡到了一张 缠有头发的2000元 他认为这是 神给他的香油钱 是神给他发的红包 男人的女友就见不到他了 给他打电话吧 要么头痛 要么肾疼的 惹得在一旁 听到他们谈话的 神到小闺蜜边打去的表示 女人的男友 该不会是 被什么东西给缠上了吧 女人不想跟他聊这些 便准备找个借口离开 可是刚没走多远 他就如那天的男友一样 都很幸运的 在路边发现了钞票 记得那天 他是与男友一起去拜神的 但是神只给男友发了红包 难道 这个是神后不给自己的红包 但就在女人准备笑纳的时候 闺蜜及时嘴上 阻止了他 闺蜜很慌张的问他 你知道买卖梦吗 觉得有人做了噩梦 或遭到不幸 那他就会把这些厄运 托付在钱上 摆在路边 这个时候呢 如果人捡到了这个钱 就表示买卖成立 厄运转移 那么这个捡钱的人 就会变得厄运连连 女人听到了这个说法 便想到了从捡钱后 就消失了男友 于是他很担心的 给男友发了一条短信 问他知道买卖梦吗 然而这条短信刚发完 女人就在路边 遇到了男友 可是此刻的男友 戴着口罩神色慌张的 并没有发现他 就在女人想上前 喊出男友的时候 他看到了远处的车 冲着男友急吹来 再伴随了一阵急杀的声音 他的男友 躺在了车轮地下 个儿皮 但这并没有完 在男人遇难的瞬间 一张被头发包裹的钞票 冲着女人滚来 见到了这样诡异的一幕 惊得女人 顾不得替男友收拾 把腿鞭炮 不示意 到此结束 护衫 蓝色的戒指 民间传闻 飞弃了很久的老房子 请谨慎进入 里面的老物件 也莫要动 不过呢 有些人就是不信这个 比如 我们的女主 而且他还带着男友 先来这里探险 起来和物质里 似乎与女人之前 所想的很不一样 他没有想到 这所飞弃很久的老房子中 居然还很是干净正经 在诉许翻看中 女人就发现了一枚 蓝色的戒指 这枚戒指精致漂亮 女人对此爱不失手 于是他就把她 当作了战利品 拿回家了 回到家 女人戴着戒指 打开了录像机 开始欣赏 白天与男友的 惊险探险之旅 我们都知道啊 日本人在进屋的时候啊 都会说一句 我进来了 但是从录像机中 女人发现 当她说完这句话后 她仿佛听到了一句欢迎 并在女人找到戒指的那刻 在她旁边的窗户上 似乎还站着一个女人 这让女人惊吓不容 难道传说中的灵异事件 真的让自己遇到了 就在女人被惊得 尖叫连连的瞬间 她的电话响了 不过当女人戒得后 听到的缺失 这也太吓人了吧 女人赶忙把电话 给丢了出去 但这并没有完 录像机还在继续的播放 视频中 看着女人戴上了 那枚戒指的时候 还有只手从门后伸出 她似乎是想 从女人夺回戒指 而且在下一瞬间 这只手居然从 摄像机中来到了现实 她一把抓住了女人的手 接着一颗头颅 从桌子底下钻出 她似乎是想说 还我戒指 故事到此结束 不乱拿别人的东西 是不是就没有这些事了呢 自找的 故事三 完形崩溃 完形崩溃是一种心理现象 比如我们长时间看一个韩字 到最后我们会发现 这个字会变得很扭曲 很陌生 这就是完形崩溃 那如果照镜子 不断的重复说 你是谁 最后真的会变成 不知道自己是谁 你相信吗 我们的女主宫内早苗 在对着这件事后 她就很不信邪的想试试 于是她独处 一时在对镜子不停的问自己 你是谁 可是最后却被喊吃饭的妈妈给打断了 隔天 公公与别的小熊挂尸的闺蜜逛街时 讲了这件事 闺蜜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她要回家试试 可这一试 闺蜜便音讯全无 直到几日后的一天 公公终于把闺蜜给预言了出来 但是她发现 无论自己对闺蜜说什么 她都没有反应 那感觉就像 我跟你很熟吗 而且在那天晚上 她突然接到了闺蜜的电话 闺蜜也向他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她问闺蜜 自己就是自己吧 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没有另外一个自己了吧 公公听到这话 终于意识到闺蜜出事 于是她反问闺蜜怎么了 可那头的闺蜜又开始不断的出事 自己没事 自己没事 直到电话中突然出现了一份男生 昨天 公公的生活还跟往常一样 虽然她知道闺蜜出事 但一点想去看的意思都没了 不过在买水时的时候 她倒是遇到了一个别着小熊挂架的男人 但直接告诉她 这个人好像就是闺蜜 故事到此结束 完形崩溃 真的连长相都能编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了 故事就是故事 别当真 故事四 凶宅 全国各地都有一种叫做凶宅的房子 这种房子呢 对一般不相信的人来讲 就是物为价廉的好方圆 但对那些深度迷信且胆小的人来讲 那就是绝对绝对不能碰的房子 但男主却是个例外 他不单迷信且胆小 可他还是选择搬进了这所熊宅 毕竟都混到吃泡面喝啤酒的地步了 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虽然无内的是三位看的蛮恐怖的 但和穷相比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凡事都有两面性 咱们换个方式思考 这三位活的时候 也都是为娇弟弟的美女 那此时此刻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能有三位美女陪着吃泡面 喝着小酒 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啊 于是男主每次与朋友通电话的时候 都会炫绕一番 不过他时常也会想 如果这些女人不是飘的就好 那就能陪自己说出话 刚想到这儿 他想到了前嫌 他无聊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与他们沟通啊 于是男主立马准备好了工具 开始与无内的飘飘们对话 首先呢 当然想知道几人的名字啦 几位呢 都很配合 意义回答 之后有一点没有忌讳的 问了人家是怎么没的 这前两位倒也没有跟他记眼 还是很配合的回答 并且其中还有位很热心的小姐姐 准备手把手的 叫他上吊的操作方式 与上吊的心得 可能是害怕他学不会 之后更是当着他的面 掩饰了一次自己上吊的经过 不能不说 这个小姐姐的鬼品是真的好啊 但是最后这个大姐就很不配合了 说起这个 这也算是男主梦犯这些 最近看过鬼仙儿 爹仙儿之类的小伙伴都知道 仙儿仙儿来的时候呢 你是不能问人家是怎么没的 于是大姐很不客气的告诉男主 自己是穷死的 说完别哈哈大笑的嘲笑男主 男主先是看了看窘迫的大姐 再想想自己现在的遭遇 自己现在活的不就跟鬼一样 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如鬼呢 最起码人家会穿墙还会飘 自己有个啥呀 于是男主大喊一声 离开了出租屋 下落不明 故事到此结束 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穷恐怖啊 对吧 故事 红色的女人 大部分的都市穿着 都发生在晚上 但如果你晚上出去溜达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红色的女人 那我劝你还是赶紧跑路吧 男人夜晚出来都疯了仇 他的注意力便被站在桥边的 一个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女人所吸引 于是男人迫不及待的上前大讪 毕竟这不正是自己所等待的机会嘛 说什么兜风其实都是假的 把妹才是正事嘛 不过在大讪晚上后 女人竟是直接的准备带男人回家了 进展都这么神速嘛 就没有想再矜持一下下嘛 看到这我才明白啊 原来都是老海王啊 来到了女人的家 男人才发现 女人家的灯为什么都是红色的呢 对此女人解释 是因为自己患了一种怕强光的病 所以自己只能晚上出去钓鱼 所以晚上家里只能点这种灯 再说家都来了 你还有什么心情 也有什么灯吗 慢慢长夜的 两人要对着看灯 之后经过一番大洞 画面一转 男人醒了 再看那女人此时坐在灯下 不是在忙啥呢 影院中男人发现了 女人似乎在摆弄了什么手套 刚想到这里 一股痛感从男人的手上传来 那哪里是什么手套啊 那根本就是自己的皮肤啊 接着经过那男人大叫一声 但声音却引来了女人的目光 再看女人 她的脸上此刻居然没有皮 于是男人想赶忙逃离这里 但完了 她跑不了了 现在发展信时 输入法的自动评词功能都非常好用 只要你输入第一个字 它就会显示出来 你最近打过的字 或句 但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某天 它会突然出现一些 你没有打过的文字呢 小植每天给女友发展信的时候 都会用这个自动评词的功能 相当好用 发送密语方便快捷 既不耽误与女友恩爱绵绵 又不耽误食用母亲的爱心早餐 小植的父亲去世的早 家中全靠母亲撑着 好在小植的成绩还算不错 但母亲很是欣慰 可是最近小植要考试了 但母亲发现小植却经常熬夜玩手机 深究下去 她发现小植居然搞对象 于是当晚在小植放学 准备回家的时候 她母亲给她做了好吃的肉饼 吃着小植满嘴流 一不小心就撑着了 吃饱喝足后 她就想到了女友 然而在给女友发信息的时候 她发现了手机上的自动品质 似乎很不对劲 平时的爱来爱去 怎么变成了四分五裂的肉丸子了 给女友打电话吧 没有人接 问母亲是不是趁自己上课时 动了自己的手机了 却发现母亲此刻还在搅肉馅呢 只不过这肉里怎么还有几根手指 再联想到刚刚的那些词汇 小植忽觉威力的东西突然上用 接着吐了一桌子 女友的肉 故事到此结束 女友去的母爱太过于恐怖了 好了 六个短小惊悍的恐怖都市传说 到这就结束了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个呢 还有如果没有看懂的话 也欢迎评论留言 咱们一起探讨 那行吧 今天就先到这吧 我们下期再见吧 据说有一种方法可以知道 自己会不会通灵 用了这个方法后 通灵的人会看到朴 但同时也会让朴知道 有你这个人的存在 准备好了吗 故事一 确认有通灵能力的方法 一天班里的同学 就对女孩讲了这个 知道自己会不会通灵的方法 方法是只要自己闭上了眼睛 开始在大闹中 要一个一个有顺序的挨个查看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在幻想中 遇到了别人的话 就证明你是通灵的 反正没有遇到 就说明了你没有这个能力 这个同学刚说完后啊 女孩就开始实验 但结果是 她真的看到了一个人 不过当时她没有对任何人讲 然而大家也都没有在意的 走走 放学回家后 家里就只有她一个人 在喝水的时候 她的余光好像看到了一个女人 当时她以为是妈妈回来了 但追过去就发现 屋内什么也没有 是自己眼花了还是怎样 这个时候她忽然想到了 之前在学校时的通灵实验 她闭上了眼睛 开始冥想 这次她又看到了那个女人 就在这个房间 当女孩第二次闭上眼睛的时候 她发现那女人也发现自己了 于是女孩被惊得赶忙开逃 可是家里就这么大 她能逃到哪里去呢 最终女孩还是被这个飘飘给追上 但奇怪的是 两人都只顾得张嘴大叫 似乎并没有下一个动作 于是转场之后 安静下来的两个人就变成了 大眼瞪小眼的 不想看着 故事到此结束 还记得前面那个女同学说的 当通灵后不止你能看到飘 飘也会感知到你的存在 所以我猜她俩最后会成为好朋友 52 看星星的少女 据说这是一个很出名的都市传说 男人每晚下班都要进过这场路 而这晚再进过这里时 她就看到了一个站在窗户边 看着星星的少女 男人顺着她的视线望去 星星果然很美 第二天 当男人再次进过这里时 她又看到了那个站在窗边 看着星星的少女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男人竟在不知不觉中 就喜欢上了这个少女 啊典型的见色奇异啊 但是呢她暂时 还没有拱着个百菜的大蒜 直到有一天天是一年 但男人走到这里 她发现那少女 居然还是一副看星星的样子 于是男人出现提醒 这是阴天 小姑娘你看个毛呢 你有毛吗 一根都没有 可是呢少女并不理她 还在聚静会诊的看着我位 于是男人竟鬼迷心窍的 来到了少女家的门前 并且鬼迷心窍的按下了门帘 不过没有人反应 毕竟那少女在看星星 于是男人上手拉门 发现门居然没有锁 这是故意给自己留的门吗 小男人再联想到 少女在阴天假装看星星 那她是不是也喜欢上了 每一天经过此地的自己呢 于是就在今天的阴天 也摆出一副看星星的样子 故作矜持 是不是就是为了 吸引自己的注意力呢 并且还给自己留门了 想到这里呢 男人忽然觉得 此时此刻的 她天时地利人和斗杀人 这不正是表白的好时机吗 如果此时不表 更待何时呢 于是男人大不流行的 冲着少女的闺房走去 男人开始幻想着 自己即将表白成功 即将拥有的温暖的包包 以及那埋骨的温柔香 这个楼梯男人走得很是漫长 在走的过程中 他甚至连以后的孩子叫啥 自己埋哪都想好 再见到少女的 恶劳多则的背后 男人开始准备发起爱的惊弓 然而他突然发现 自己为了孩子他妈的脚 为什么没有着地啊 而且他脖子上 还挂了一条绳子 于瞬间的男人 所有的幻想都化为泡影 好他妈凉了 就在男人准备 退离这间房的时候 门突然自动关闭 就在男人想查明情况的时候 一只手突然搭在了他的肩上 少女就那么的搂着他 冲了他微笑 仿佛是要对他说 来了老弟 话门一转 男人的脖子上挂了条绳子 就那么的掉在了窗户边上 阴天看星星 故事到此结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单方面的爱情碰不得呀 一不小心就嗝屁了 故事三 要慌 千万不要和稻草人对视 在你小的时候 曾有人这样对你说过吗 如果与稻草人对视的话 那有些事 可能就会来不及了 马丽子与男友从乡下的外国家返回时 需要经过一片稻田地 这边稻田为了防止冰鸟的祸祸 于是就支起了很多的稻草人 头中男友突然想叙叙 马丽子只好自行先走 然而在四处欣赏风景的马丽子 就突然发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稻草人 因为这个稻草人做的实在是太逼人了 他吸引着马丽子朝他走了过来 这个时候呢 男人也叙叙完了 他就发现了独自朝了 稻草人那边走的女友 于是他拿出了相机 想拍下女友的这一瞬间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 男友通过镜头 就看到那稻草人竟变成了摇摇晃晃的影子了 当时的男友一时不明 他赶忙朝着马丽子南边跑去 想阻止他 再说马丽子这边 他来到了稻草人旁边后 发现这稻草人呢 居然是个真人 然后好心的马丽子气愤的表示 是谁做的这种事呢 并且他马上上手帮忙 希望能把这个人给救出来 可是期间这个人一句话也没有说 就是直勾勾的看着马丽子 在感受到了他的事情后 跑了过来 他阻止了马丽子 他想告诉马丽子自己刚刚的所见 然而还未等他说什么呢 他们突然发现那稻草人不见了 他真的就那么的凭空消失了 男友一时不明 他赶忙拉着女友离开这里 但还没走多远 他惊恐的看到 女友就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就如刚刚那个黑影一样 他竟然开始摇晃了起来 并且是怎么阻止都不好使的那种 事后据说马丽子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而他的状况 院房也一直为给出合理的解释 故事 到此结束 故事四 梦话 夜里的女主开的车 带着已经熟睡的闺蜜 行驶在黑系马屋的马路上 途中他们被一辆车快速超过 这还引起了女主的疑惑 毕竟在这种夜路 开这么快的车实在是很危险 果不起来 接下来他看到前面那辆车 竟开始在马路中央左右摇摆 前面这样开车不但自己会线 还很容易危及到女主 于是女主赶忙一下喇叭 事宜提醒 之后那辆车一个警察车 停在了马路边上 女主见状也跟着停了下来 他想确定下 那车里是否有人受伤 下车后 他首先看到了那辆车 副驾驶上的女人 只见那个女人眼神呆症 嘴角上扬 诡异之际 这场面可是吓坏了女主 再看另一边 有个男人下车了 看样子没有什么大事 只是脖子好像扭了下 巨大城市 他正在鼠睡的老婆 突然就朝他喊了一句 向左转向右转 于是就出现了 女主所见到的一幕 不过说到这里 男人又对女主说了些 他听过的 有关这条路的传闻 城中都把这条路称为魔路 说是这条路很容易发生车祸 所以经过这里时 一定要多加孝心 后后男人对女主 表示完感谢后 让他也要多加孝心的 便离开在这里 而在女主准备上车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闺蜜醒了 只不过现在的闺蜜的表情 很是奇怪 似乎与刚刚刚的男人的妻子一样 之后女主上车 驾车驶离在这里 但途中闺蜜就突然说了一句 向右转 女主好奇的看了他 也没有力的 于是闺蜜又说到向左转 既然女主不为所动 闺蜜终于把视线 放在了女主的身上 并解开了自己的安全带 下一瞬间 女主发现闺蜜竟变成了 另外一个女人 只见这个女人小脸煞白 小嘴为张 小头上扬 似乎是想给女人 看看她心香的假牙 只不过她的嘴太丑 群的女主都不能好好开车了 就在随时都可能 发上车祸的瞬间 一声汽车鸣笛的声音 打断了女人的举动 让她回到了座位 变回了闺蜜 再然后就是女主看到了 刚刚的一个男士 开车朝了上来 并冲着她招了招手 就说两辆车 都平安地驶离着 这条所谓的魔路 在他们远去后 从马路边 走出了一个光脚的女人 而她也似乎在等待着 下一辆车 故事到此结束 看懂了吗 女主刚刚所遭遇的 就是男人之前遭遇过的 之前是女主在 无意间按了喇叭 救了男人 后来一直跟在后面的男人 又按了喇叭 救了女主 相比之下 男人对这条路 是有些了解的 所以她救下了女主 算是还了这个案件后 才驾车使离这里 而女主对此 却是一无所知 不输 地狱来电 尤美在女主家上网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条 很有意思的都市传说 说是090全是四个号码 能把电话打到地狱 尤美就觉得 这挺好玩的 于是她拿起了电话 打通这个号码 号码果然被打通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 就被挂断了 尤美搞不懂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以为 这只是谁的恶作曲呢 黄美转 尤美回家了 房间就只剩下女主一个人 这个时候 她听到了一阵电话的铃声 是尤美的电话箱 女主过去接电话的时候 就发现来电显示 是那个全是四的电话号码 犹豫之后 女主还是接通了这个电话 但那头传来的 却是闺蜜尤美的声音 尤美表示 自己走得匆忙 电话落着 自己一会儿能过来取吗 女主答应 但想问尤美 为啥会用这个号码的时候 那边匆匆挂起 片刻后 女主自己的电话箱 是另一个闺蜜 佳乃子打来的 她通知女主称 尤美在30分钟之前 出水货狗屁了 女主听到后里马表示 开什么国际玩笑 自己刚刚还与尤美通电话呢 但是听那头的佳乃子 又不幸在开玩笑 同一时间 有一个插线打了进来 女主下意识接通 但从电话中传来的恐怖声音 让她赶忙丢掉了手机 再看那个来电号码 全都是字 接着在女主急吐的惊恐中 电话中传来了尤美的声音 下一瞬间 女主护赶手上一年 手上的手机消失 取代她的是满手的鲜血 这是闺蜜的血 但优美只是取走了手机 并没有伤害女主 而从这雨后 女主再也不敢出门 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6 爬行的女人 传闻在这个都市中 有着爬行的女人 如果遇到她 什么也别想 赶紧逃 而这万贺多的男人 在回家的途中 就很倒霉的遇到了 这个爬行女 男人当时是谨记 都市传统中的警告 撒腿边跑 当时跑了一个街道货 缺乏锻炼的 她已经开始气喘吁吁 再见爬行女 没有跟上 她便自作聪明的 想躲到火腿里 歇歇歇叫 不过还没有歇太久 男人便生出了一种 超级危险的预感 再抬头时 那四脚吞人兽的爬行女 已经来到她的头上了 下一瞬间 两人瞅了个对眼 不过 这并不是爱情 倒是像捕猎者 见到猎物似的信息 这个时候男人是想跑的 然而腿一个软 便摔了个狗吃屎 她并没有什么毛用 只会惹得爬行女 更加愤怒 接着爬行女 趴在了男人的背上 对男人放了个大招 使得她变形了个爬行男 好了 六个恐怖的小故事 到这就结束了 哪个是你最喜欢的呢 如果有没看懂的 欢迎评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还有啊 就是这种短小惊悍的小故事呢 都是有惊悚 没啥逻辑的 我呢就瞎说 大家就看完略了 还是那句话 喜欢的别忘帮忙点 关注收藏转发 那行吧 今天就先到这吧 我们下期 在东京有和这样的都市传说 说是在洗头的时候 千万不能说 不能想 不倒过 这句话 如果你控制不住自己 说了或是想了 那么你将会被一个青脸妹子 给带走 是永远要回不来的那种 准备好了吗 故事一 扑人女 现在风上 神机小摇一剑 每天回家都要经过这条路 但是这天经过这里时 神机走路不张眼睛的一下 踩到了用来悼念别人的鲜花 这可怎么办呢 不过一剑上前安慰 并拿起花表是没事了 只要他们再成型地悼念一番 不就好了 然而在悼念的时候 小摇与一剑 看着倒是挺成型的 至于真机 就不知道了 说起这三人的关系 还真挺乱的 小摇与真机是闺蜜 真机喜欢一剑 可一剑好像对小摇蛮蛮有意思的 于是真机便把闺蜜小摇 给约了出来 想套套她的话 问她对一剑有没有意思 并且还口是心非地表示 如果小摇也喜欢一剑 那么闺蜜与爱情之间 自己便会放弃爱情 总之真机的一番话 那是相当感人肺腑 把小摇感动的 明确给她表了个态 这下真机是彻底放心 准备对一剑发起猛空了 而当前在准备回去的时候 小摇说要陪某情逛街 所以只有真机自己 走了这条路回家 可是走到这块时 真机忽感一阵毛骨松懒 并且在前面还看到了 一个蹲在角落的女人 直觉告诉她 那个女人很受危险 所以真机准备快速地通过这里 但好奇心的去世 让原本已经通过她 回头望向了那个女人 结果她发现 那个女人怎么蹲在这边的角落了 这诡异的场面 经了真机撒腿边跑 她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举动 已经成功地引起了 那个女人的注意力 再说闺蜜小摇这边 她撒谎 她并没有陪母亲逛街 而是和一剑在一起 并且在这里 一剑还对她表白了 面对一剑的表白 小摇很是震惊 但有没有同意 不得而知 接着画面回到了真机这里 此刻的真机坐在书座旁 她的脑海中总是不受控制地 响起了白天剑的闻那一幕 同时这个屋子里 也似乎有什么声音 那个声音好像是在说什么 不倒吧 下一瞬间 那个女人不见 是眼花了吗 同一时间的另一边 小摇在拨的真机的电话 但还没有人切 因为此刻的真机正在洗澡呢 真机的电话没有打通 这使得小摇很是惆怅啊 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一剑跟她告白了 还是因为她答应了一剑 真机这边 本来是想洗掉一身冷汗的 可结果在艺术中 她脑海中还是不受控制地 总想起那个女人 并且在这里 她又听到了真不倒翁的声音 真机随着声音看去 她看到了一个 趴在浴缸里的青莲女人 还不能真机尖叫 那个女人突然来到她身后 捂住了她嘴巴 并带走了她 下一瞬间 真机就那么平空的消失 转了之后 一个星期过去了 小摇知道了真机消失的事 她变得闷闷不乐 她以为真机是因为自己 答应了一剑 而离家出走 一见见小女友不开心了 便安慰她 待真机想明白了 就会回来的 之后两人又约着明天再见 便各回各家 一路上小摇都是低着头的 不知不觉中便走到了这里 看到了这个花香 她又想起了真机 突然她也听到了一阵声音 再伴随着那声音望去 她也看到了那个女人 小摇被那个女人吓了一跳 但想跑时 她在脚踝却被人抓了 再低头望去 她看到了失踪了真机 既然这是真机 传统白衣女人 回来找小摇 算账了 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 母亲 夜里的袭击 据说小孩子的眼睛里 会有着大人所没有的 特殊力量 她能看到 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话说自男人的妻子去世后 家中就只剩下 男人与女儿蚂蚁 相遇为命 男人是要赚钱养家的 但把年幼的女儿 独自留在家中 她又不放心 于是她便把蚂蚁 托付给了楼上的美女房东 奶奶小姐 让她帮忙照看 毕竟再不去干活的话 自己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男人在叫她完一切 转身后 蚂蚁竟直接回家 站在了马桶前 就那么的直勾勾的 看着马桶 不过当时的奶奶 也没有太在意 就把蚂蚁 给带回了自己的家了 晚上的奶奶 为蚂蚁做了 好吃的蛋包饭 期间 在奶奶接电话的功夫 蚂蚁就跑到了 奶奶家的厕所前 对着马桶发呆 再到奶奶发现她时 奶奶还是没有太在意 女孩的举动 而是直接拉着蚂蚁 嬉嬉 准备睡觉 然而夜里 当奶奶醒来时 她发现 睡在旁边的蚂蚁不见了 整个屋子都没有 当奶奶寻出房间后 她却听到了蚂蚁的声音 她似乎在喊她妈 奶奶顺着声音 来到了蚂蚁家的门前 站在门边 她似乎听到了 蚂蚁的嬉笑声 进入后的奶奶发现 原来蚂蚁竟是 对着马桶那傻笑 还是她看到了奶奶 看不见的东西呢 回天早上 蚂蚁的父亲下班回来 他们支走了蚂蚁后 奶奶告诉了男人 昨夜 蚂蚁的不寻常举动 一个人对了马桶 自言自语 她是因为突然失去了母亲 而受到了什么刺激吗 就在两人说话的同时 独自在屋内的蚂蚁 再次对马桶说几话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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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后 男人再次出差工作了 蚂蚁也则再次 被寄宿在了奶奶家中 期间 奶奶就发现了 蚂蚁画的画 只见画中有一个房子 三个人 那奶奶就好奇的 指向了那个奇怪的人问道 不知为何 女孩的回答 就让奶奶突然赶到背后发亮 于是奶奶开口劝道 让蚂蚁今晚 不要像那晚一样 突然回家 就老实的 住在这里吧 然而夜里突然醒了 奶奶突然发现 蚂蚁又不见了 不过这次还好 她发现蚂蚁很听话 没有离开 那她就想问蚂蚁在干嘛呢 听到了蚂蚁的回答后 奶奶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因为她感受到了一道来自身后的视线 再转身后 她看到了一个女人 就让奶奶咔的一声 抽了过去 过天带男人回来时 她看到了独自蹲在楼下的蚂蚁 上前问话 才知道奶奶已经凉了 此相相当恐怖且诡异 事后据法医说 是心脏病突发之死 处理完奶奶的后事后 男人有些心疼的 抱住了自己的女儿 在她醒来 当时的蚂蚁 也定是看到了 奶奶史前的惨样的吧 那她定会是很怕的吧 那女孩听过去表示 是自己一点也不怕 可男人在听到女儿的这句话后 她倒是变得怕了起来 你妈不是已经嗝屁了吗 她怎么会回来呢 妈一听后确实表示 她妈没完都会回来照顾她的呀 这句话把男人 惊得直咽口水 并且突然就问了句 你妈是从哪儿回来的呢 女孩听后 把手指向了马头 厕所的门 而她妈还真的从里面爬了出来 这姿势恐怖先不说 我就问了 你是从屎坑里爬出来的吗 臭吗 再说 此刻的女人开始 慢慢地朝着男人爬来 就在她即将爬到男人的脚下时 男人把灯打开 下一瞬间 女人不见了 同时一起消失的 还有她的女儿 于是男人开始寻找女儿 结果女儿竟也从厕所内跑了出来 可当她即将抱住男人的瞬间 女儿便他妈了 之后 从儿他妈的鬼的脸上 似乎浮现出了一丝微笑 故事三 趴着的女人 如果你现在的房子是租住的话 那你知道你租的这所房子 以前曾住过谁吗 小灵出来东京 就随便地租住一间最便宜的房子 母亲可能是担心她吃不饱 还特意给她邮递了一些家乡的土特产 地瓜 小灵的邻居是一个看似很神毛 实则很爱装茶的女人 她的房东更是一个酷酷 且不善言谈的眼镜男 为了感谢房东的房租这么便宜 小灵还特意 分了她两个地瓜 但是当晚 他们这所公寓就出问题了 不知是邻居得罪了谁还是怎样 隔壁的门被敲了一宿 也吵到小灵一夜未睡 隔天小灵把这件事告诉了闺蜜 那闺蜜就劝她赶紧搬家呀 可小灵表示自己搬 那恐怕就再难找到这么便宜的房子 于是小灵便想着让闺蜜过去陪她一晚 然而闺蜜听后却面露难色 因为当晚她是要陪男友到十一点的 小灵头里妈表示 再晚点也没有关系大 无奈的闺蜜就用勉为其难的 答应了她 当天下班的小灵在回家的时候 她看到了那个啃着地瓜 目视邻居房门的房东 带房东走后 她才看到隔壁的门满是密密麻麻的血手印 这一幕看着小灵头皮发麻 当晚十一点十九分左右的时候 小灵接到了闺蜜的电话 闺蜜忙完了 大概需要十分钟左右就能到 把后便挂断了电话 在这期间小灵一个挺不住 便打了个盾 还是闺蜜的来电惊醒了她 但是再次接到了闺蜜的电话后 也不知是哪边的信号不好的原因 使得她根本听不清闺蜜在讲了些什么 那她就以为是闺蜜来了呗 便想着去开门 没想到刚开门的瞬间 信号突然变得好了起来 只听她的闺蜜在电话中警告她赶紧回去 赶紧关门并且绝对绝对不要开门 因为在远处的闺蜜看到了小灵的公寓楼梯上 趴着一个诡异的女人 终于听清了闺蜜话的小灵朝着楼梯看去 她真的看到了那个女人 接着她赶忙回无所谓 但那个女人似乎并不想放弃 便拼命地拉下了小灵家的门 片刻之后 小灵家的门终于被打开 但是进来的却是小灵的闺蜜 闺蜜表示自己刚跟管理员接了钥匙才进来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接着闺蜜便劝小灵赶紧搬离这里吧 实在不行先跟她回家住也行啊 小灵点头答应 但这时小灵突然想到了一事 于是她赶忙来到了另一个房间 想给闺蜜拿点家乡特产 但是这时 她惊恐地发现 闺蜜竟然变得很识诡异的朝着她爬了过来 又或者说 此刻的闺蜜已经不是闺蜜本蜜了 隔天早晨 小灵家的房门也被封上了 并且与隔壁一样 上面布满血手印 此刻 那个眼镜房东站在门前 看着这一幕发起了淡 估计是想着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吧 片刻后 房东下楼准备回自己的 天 但开门的刻 她停顿了下 接着从房间内伸出了一双手 下一瞬间 那双手则把房东给拉了进去 故事到此结束 好了 三个恐怖的都市传说 到这就结束了 总结一下 就是说了三件事 起头时不要乱想 马桶里爬出来的媳妇朋友 还有贪便宜 回鸭瓢 最后请喜欢的 请千万千万 别忘帮忙点击关注 收藏转发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一封来自地狱的短信 发信人士 去年在学校跳楼自杀的同学 有会儿 内容是说 自己在另一个世界 过得非常痛苦 现在他希望收到这条短信的人 能把这条短信 转发给三个人 这样才能解除 他在另一个世界的痛苦 如果收到短信 不转发的话 那有会儿 就会让你也尝尝 他的痛苦 同学们在说这样的短信后大为害人 他们当然认识这个自杀的同学有会儿 为了不尝到 他那所谓的痛苦 都纷纷转发短信 同一时间 制造恶作剧的始作俑者 都在门口偷偷嘲笑 短信内容当然是假的啦 不议用了有会儿的照片 也就是觉得好玩啊 不过 杀一家确实觉得 他们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优美否认了杀一家的想法 她表示 他们只是嘲笑他 骂过他进去 再不及就是曾把他推进水里 喝两口水而已 自己又没做啥 那他自己一时想不开 跳楼自杀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杀一家听他这么一说 一想也对 其实有时也是他俩干的 自己顶多就是在一旁卖点来着 所以呢 心情很好的几人 就准备晚上去泳池洗个澡 不过在闺蜜两个刚走的瞬间 杀一家的手机来短信 内容是一个游泳被溺死的女同学在独排 他说他很是痛苦 所以他希望收到这条短信的同学 能把这条短信转发给三个人 这样才能解除他的痛苦 如若不然他将上收短信的人呢 也常常这样的痛苦 再往下翻 杀一家看到了游泳的照片 你别说这张死脸 当时还真给杀一家吓了一跳 但下一瞬间 杀一家忍不住的想失笑 这老套路都玩到了自己的身上 刚想到这里 他听到了后子的一声尖叫 在跑进泳池中 他看到了那个静静飘在泳池中央 已经翻版了的游泳 老惨了 死不明目 就跟杀一家刚刚看到的那张照片一模一样 猴子见到了杀一枪 便爬到了他的肩上 轻声抽屉地表示 我好怕怕呀 发生了这么大事 肯定要通知老师家长傻的呀 昨天泳池中的游泳不见了 只剩小杰俩在岸边道年 热熟的猴子对杀一家 说了游泳死前的最后一句话 所以他怀疑 说定是有会儿回来复仇了 下午放学 小杰俩还是一起走 可刚走到门口 猴子表示自己拉倒了些 让杀一家先走吧 而杀一家也刚走不远 他再次收到了一条短信 内容是好痛苦 希望收到这条短信的人 能把这条短信转发给三个人 不过这次的照片 却是刚分开的猴子 有了前次的经验 杀一家一时不明 他赶忙给猴子打电话 问他在哪 单接动后 他听到的却是猴子的求救 以及道歉的声音 杀一家听后 匆忙只会去叫寻找猴子 然而到地儿后 他看到了已经脸上饭的猴子 同时间自己的电话再次响起 短信内容与之前一样 可是这次里面的相片 却变成了自己 这似乎是宣判 他的结果会与两个闺蜜一样 杀一家被惊得赶忙跑了教室 然而有魂已经早早的 飘在走廊那头等他呢 无奈受惊的杀一家 只好朝上楼上跑 就这样 他逃到了学校的天天上 脑魂的不太清晰 他以为把门死死的关上 有魂就上不来了 但是他忘记了 有魂是鬼呀 他会飘 杀一见到突然出现在 自己身后的小绿脸有魂 杀一家开始拼命的求饶 他表示自己啥也没干呢 自己就看着也犯法了 欺负你的人是优美和厚子 现在人也挂了 你还来找我干啥呢 毕竟咱们曾经还是好朋友来着 可以说到这儿 有魂就更不气愤了 好朋友你还看着别人欺负 所以作为回报 有魂要弄死杀一家 可关键时候 一个手电筒罩在了杀一家的脸上 再看有魂不见了 学校内的保安 尖尖的救了杀一家 转了之后 杀一家对班主任 他埋了一切 有魂就会原谅他的 于是买了一束花的杀一家 再次来到了学校的天台上 他以为这样以后就会没事 但没想到刚转身后 他的电话又响 故事到此结束 不猜有魂不会那么容易放我杀一家 52 山中的一手 04年的时候 互联网的社交平台 虽然没有现在的这么多 这么普及 但是那个时候的什么儿 聊天室之类的 还是比较活的 里面呢 有男有女 人又多 还有有才 说话又好听的 一不小心 交个网友搞个网恋啥的 还是很正常的 网友还好 网恋呢 总不能天天用文字 保电话之后 爱来爱去的吧 得见面呢 但是见面后要面临的问题 就是对方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男主呢 现在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女方对他很是失望 其实他很殷勤的 待在兜风 看夜景 女人还是很抗拒的 并不想从着他 显然长得丑也不说 还说人家无趣 热闹的男主很是尴尬 眼瞅的倒着嘴边的肉泡了 他有些恼怒 如果这样就送他回家了 那自己这一天的鱼儿钱怎么算呢 于是男主心生一计 你不是不从我吗 那我就不送你回家了 并且直接开车跑路 把女人自己丢在这里了 而且这样的事呢 只要开个头 他就停不下来 谁让他长得这么丑呢 之后呢 只要是被拒绝 男人就会把人拉到这里 好不审视的 或推或骗人下车 他呢 就用这种快感 来抵消那种悲剧的悲伤 此刻的男人放声大笑 一不小心 露出了重雅 当然英俊的我们是永远又无法体会到男主的那份快乐 这二场在河边走 哪有不识鞋的 这天男主就遇到了一个刚失恋的女人 她还是照常带着人家逛小树林啊 在小树林中 要对人家动嘴的时候 没有意外 还是悲剧 男人这个脑啊 于是他继续按照以往的套路 准备将女人自己丢在这里 事实是 他也确实成功了 但几点后的晚上 这个女人找上门了 女人并不理会男人的震惊 自顾自的表示 男人真是太坏了 因为男人的仪器可把自己给害惨了 那里又黑又冷又寂寞的 自己好不容易走了出来找到了男人 这次可是不会放手 就在男人以为自己的爱情来临时 女人说啥都要拉着男人再次回到那个小树林 原因是自己走得匆忙拉东西在那里了 无奈男人只有继续去这前往 可是再次回到这里后 女人竟啥也不说的就是走 那男人就想像上次那样再次丢下女人 但这次女人会飘 她飘到了男人的车边 抓住了男人的手 并在男人镇静的目光中 撩起了头发场 让男人帮自己找自己的作业 男人看到这样的情况撒嘴边碰 又因为天太海的原因 一个不如意跑到了悬崖的边上 好在她及时抓住了一个树根 没有掉下悬崖 但这时女人从她的脚下爬了上来 她死死的拉住了男人下转 最终男人得偿所愿 她终于和女人在一起了 虽然是作品 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三取景气的记忆 佳琪玉台小邦来到了小史家的海边别墅游玩 记得上次来的时候还是小的时候 不过呢 这次他们的运气似乎不错 他们在海边遇到了一位独身的少女 本来呢遇到这样的事 一般都是由姬佑们上去打扇的 但是呢这点不知怎么了 余太突然提出自己要上 姬佑们见余太转性 于是纷纷上前传授起把妹的秘诀 首先呢要慢慢的靠近妹子 接近她 然后来到面前 故作一副惊讶的样子表示 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这句话虽然搁在现在算是烂梗 但在那时还真挺好用的 只见那少女饶有兴趣的对余太表示 自己确实记得她 这下就轮到余太轻压了 不过她还没有恨是在意 就以为是自己大善成功了 于是呢两个人开始开心的在海边玩耍 这看到远处那个脸眼睛都直了 这余太出事了呀 接着海边就变成了三个人在海边愉快的玩耍 至于小屎呢 她则继续拿着摄影机记录这一刻 可是玩着玩着 海边突然没脸也都刮起了一阵大风 小屎摄影机中的画面也变了样 跟余太玩耍的那个美女变成小女孩呢 见到了这样的场面 小屎现实惊奇接着变成了惊恐 这时来到小屎身边的小邦也看到了睡梦 她开始焦急的朝着余太喊道 让她离那个女孩远些 可是此刻的余太显然是听不到她的声音 只见那个女孩开始朝着海里游去 并且她还朝着余太招手 余太见此没有犹豫的立马下水 同一时间两位机友也朝着这边赶来 但晚了 余太已经过去了 女孩见余太过来 她开始朝着余太表白 她说她很喜欢余太 很希望和余太永远的在一起 余太听后剪头答应并回到 自己也很喜欢她 在得到余太的答案后 女孩朝着余太走去 她抱住余太 既然彼此喜欢 那就永远的在一起吧 说了没把余太拉进了水中 在水中的余太开始拼命的挣扎 但似乎都没啥猫忧 直到她的一世模糊 转转之后余太并没有死 她从海边醒来 她看到了很是担心的两位机友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想起来了 那个女孩是谁了 她是他们小学三年纪时的同学 第一次意外在这个海边溺水深亡 她生前与余太的感情最好 最喜欢余太 之后她被永远的留在了这里 她在这里很是孤独 很寂寞 她一直很希望再见到余太 而时隔多年以后 她也终于见到了余太 她当时确实是想把余太 永远的留在这里陪她的 但有可能觉得 如果自己真的这样做了 那就太自私了 所以最终她还是选择放手 毕竟能够再见到余太 她就很开心 最后女孩在余太告别后 离开了这里 故事到此结束 热气的内容是 出自刀传纯二三个曲中的 颤离恐怖故事 另外还有两个分别是 余明传说 真实的怪他 内容呢 虽然有些老 但故事有的还算不错 不过我怎么感觉 我找到的素材都是扇间版 找不到原版 还有啊 这期本来应该是有四个小故事的 但其中有个很黄很暴力 所以被我带过了 还是建议喜欢这种小故事的 去看看原剧 那行吧 喜欢呢 别忘了帮忙点个关注 收藏转发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在日本的都市传说中 有种妖怪 名为山木 传闻他常年居住在偏僻的山前之中 其品性逆正一些 善良的会赐予附近居民土地的丰收与财富 邪恶的则会吃掉路过的旅人及小孩 当然这些都是民间的传闻 然而最近家报社的编辑不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说是在日本的某处乡下 就真的有山木 于是呢 又派来两位记者 刚腾一剑 实习生卡登龙子 一剑呢 刚刚结婚 让他丢下了新媳妇跑到这大山里出差 他心有不爽 反观是一声棱子 倒是一副跃跃于世的感觉 本以为会是一趟很顺利的采访 来到这里 他们才发现 这跟想象的根本不一样 像村民打听有关这山谣的事吧 村民们要是装龙作哑 听不到 要么就是话语拐弯梦角 不回答 这让棱子很是疑惑 这帮村民是在隐瞒着什么吗 直到问了村里的老和让后 他们才明白 原来在这个村里还有另外一个传说 就是只要谁说了有关山谣的传闻 那么这个人就定会被山谣吃掉 所以村民们不敢说呀 但是棱子欲见的听到这个传闻后 他们并没有被吓到 反倒是更加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心 能被传说中的山谣吃掉 想想多让人觉得兴奋呢 于是这两个人就希望从和尚这里得到更多 有关山谣的传闻 并且还表明自己是报社的记者 不拍到点东西 自己是不能走的 老和让听到这里 他找有兴致的打脸了下两个人 最后在二人的祈求之下 和尚告诉了他们传闻中山谣会出现的地方 他们要顺着山路继续深入 然后会看到一棵古树 可是两个人走了几个小时毛都没有 筋疲力尽的棱子就想回去休息隔天才来 但被一见拒绝 都已经来到这里了 他不想空手而回 更何况他还想早早的拍完 早早的回家老媳妇睡觉呢 最终功夫不复有信任 他们在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 找到了那棵古树 可在这附近并没有看到什么有关山谣的丧机 到时他们发现了一处民宅 于是两个人便想着去借个手电筒啥的 准备下山或是继续寻找啊 但热情的村民却邀请他们暂坐一宿 盛情难缺啊 又累又饿的两个人 只有随着热情的村民进入了 山里人呢很是热情啊 他还给两个人烧好了洗澡水了 但因为一见先要给媳妇打个电话报平安 所以只有棱子先醒 然而在棱子洗澡的瞬间 一个人影从他身后飘过 再随着一见的手机掉落 一见失踪了 但当时的棱子并没有在意 他只以为一见正在与媳妇包电话走 毕竟人家是新婚啊 这个时候村民们为棱子准备的晚餐也好 吃一大锅野菜炖肉 在吃下第一口是 棱子发誓他真的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肉 只不过这肉很是个牙呀 一不小心还能吐出个戒指 这戒指怎么看着那么像是一见的呀 是一见不小心掉锅里的吗 接着棱子心有意乎的出来寻找一见 结果一见没有找到 却看到了正在磨刀的村民 但此刻这热情的村民却是现了原形 他正是他们寻找的女妖山目 棱子被眼前的一目镜的一步步后退 又一个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给扳倒了 再低头看去 那不正是他寻找的一见吗 只不过他已经凉了很久了 再见那缺湿的胳膊 再想起自己刚吃的小锅炖肉 棱子开始一阵干欧 接着棱子赶忙逃出了这里 他跑到了山下来到了和尚的住处 和尚见到慌张的棱子便拿碗水劝他 慌傻呀 来先喝碗水冷静下 结果一碗水下毒后 棱子就睡着了 等他醒来时已是午夜了 外面电闪雷鸣大雨哗哗的 于是棱子便起身准备寻找和尚 但结果与上次一样 和尚没有找到 他倒是看到了很多正在磨刀的山摇 接着棱子再次开头 他跑到了一间亮了灯的房间 此刻那个和尚正在这里 棱子赶忙向他求救 但和尚却对他表示 看来你都看到了吧 如果你不介意的情况下 那我们要用餐咯 然后棱子成为了山摇们的夜宵了 故事到此结束 52 熊女 这条隧道是马美与李家 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但是最近在这条隧道的入口 却贴了很多张警告 说是这条隧道中 会有熊女经常触摸 让路过的人情谨慎通过 所谓熊女 其实就是一个抱着不熊的女人 听说遇到她的人 都会被她咬掉耳朵 或被剪掉手指 当然这些都只是听说 两个小姐们也没有太在意 可是这天 当他们再次从这里经过时 他们真的看到了一个 抱着不熊的女人 快速朝着他们跑来 当时的两人则把她 当成了熊女 所以放上了剪叫 但等人走近他们才发现 原来人家只是一个 在追自己女儿的母亲 虚惊一场嘛 就在二人以为 这只是一个都市传说的时候 他们闻到了一股 很难闻的气味 再朝着前方看去 他们看到了一个 一山蓝绿的人 他一手抱着一个不熊 一手拿着一把剪刀 一瞬间两人有种不好的预感 于是妈妈也拉着李家 给跑了起来 果不其然见他们跑了 那人果然开追 两个人跑到了附近的车库中 想象这里的保安求救 可那熊女竟不知何时 已经追了上来 并且先一步 剪下了那保安的手指 悲催的保安大叔 真是忍在值班时 过从天上来呀 两个小姐们 见到这样的情况 只有继续逃啊 可两人小短腿 实在是跑不过 兄女的大长腿 最终他追上了他们 兄女抓住了妈美 这一幕警呢 就有心情的李家也不逃了 可是在见那熊女 趴在了妈美的身上 寻望了一顿后 竟一把推开了她 朝着李家重来 这是什么情况呢 但是在紧急 妈美来不及想 她还要救李家 在熊女即将 走进李家的瞬间 妈美急忙上前 给她来了个野蛮冲撞 撞倒了熊女手中的 布雄 即塞在布雄身上 许许多多的手势 就要趁熊女倒下的瞬间 妈美让李家赶紧逃 就是这个时候 妈美发现 熊女竟不急的追李家了 而是蹲在地上 开始捡那些手势 再看部分手势上 呆有的人体坐视 妈美猜测 熊女之所以攻击人 可能就是想要 人身上的手势 刚刚之所以没有攻击她 那熊女就真的 只顾捡那些手势 而放弃对李家的攻击 在熊女捡手势的瞬间 两个人总算是逃离了这里 转转之后 坐在出租车上的两人 很时候怕 刚刚他们可是差点就死了呀 原来那个熊女 只是要手势啊 早知道早给她不就好了吗 可刚说到这里 妈美突然发现 李家在脖子上戴的项链 这玩意怎么早点没发现呢 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啊 于是妈美赶紧上手 帮李家剪下项链 但人越急就越容易出现问题 这个项链竟然挤了好久都没有解开 这时出租车在马路的边上停不下来 几乎是倒闭时间 这对小姐妹又听到 一阵冰冷藏房的声音 再回头望去 他们看到了那熊女竟然追了上来 下一层剪 伴随着李家的一声尖叫 她的头应该是被熊女 剪下的故事 到此结束 本期的两个小故事 是出自刀传传二的幽灵传说 其实幽灵传说是有四个小故事的 山老 熊女 导弹鬼 牡丹灯 那为什么只讲两个呢 因为导弹鬼那个 我感觉实在是无聊 至于牡丹灯笼倒是挺有意思 可那个故事之前 已经讲过好几个版本的 即使这个故事再怎么有意思 它讲的也就那点事 所以这期就不在这里讲 最近呢 我发现我有点缺好的 分担式剧情的恐怖素材 所以呢 谁有什么好的素材 欢迎推荐给我呀 要那种恐怖的 有点意思的 太血型的不行 因为太血型的 会发不出去 如果满屏打了马赛克 也会影响你们光感体验的 那行吧 今天就先到这吧 喜欢的请别忘帮忙点 关注收藏转发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